三 如果選擇真如就要放棄有所得心 但凡夫難免有所得心 學了法法經之後受到鼓勵 如何判斷自身因地發心的真偽呢 理官的智慧的升起啊 就是我現在去回官返照我一念的親近性 理官當然講的是安住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指標 因為理官是無形無效的 有沒有什麼指標可以判定 你真的是安住心性 而不是安住自我意識 有兩個指標 第一個 寂靜 求到你發覺啊 你寫了法法經以後啊 你的人生沒有太多變化 你還是跟誰互動跟誰互動 但是你發覺你比較不容易受外境給你的影像的干擾 就是百花叢里過 雖然不是片夜不沾身 沾得比較輕啊 所以你內心有一種某種的寂靜的力量出現 淡薄寂靜 對得失的心也淡薄了 所以 剛開始你可能會不適應那種寂靜啊 因為我們的內心習慣在垃圾裡面活動啊 這個房子弄得很髒就習慣 突然間這個房子變乾淨了 你會覺得好像人生沒什麼智慧 對得人生本來就是要從沒有智慧中建立法喜的智慧 所以你一開始從你一開始寂靜的心慢慢寂靜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不習慣 但是你習慣以後 就非常喜歡寂靜 就是你慢慢體會到 祖師說的好事不如無事啊 那種寂靜的力量 它是生起的時候 也恭喜你代表你的生死夜裡開始沉澱 這第一個 第二個願望 三寸的修雪都有寂靜 我們怎麼去區別大寸的寂靜跟小寸的寂靜 小寸的寂靜是空無向無越 所以你在寂靜的時候你要注意 我這個寂靜啊 是對任何事情都不抱有希望 包括對佛菩薩的功德也不抱有希望的寂靜 那這個寂靜你就要小心 這個寂靜就不對了 那你這個寂靜就不是清靜心的寂靜 你是跟空性相應的寂靜 就斷滅性的寂靜 所以我們怎麼知道我們按住一心真如其空其巧其中呢 兩個指標 第一個寂靜的心生起 但是寂靜當中帶有一種普體的願望 就是說你不見得馬上會去實踐 但是你有那種理想在 所以當你的心中出現又寂靜又帶有願望 願望中又帶有寂靜 因無所助而生起菩提心 這個就對了 就表示你 你的這個安住是正正確的 繼續走下去就對了 你這個方向已經走對了 套一句咱們的古代的說法 你修行上路了 你上了高速公路 你後面的路就好走了 你成就佛道是遲早的問題了 看你靜靜而已 我們最怕就是你閒了謊挖金 你還在士氣裡面打轉 你找不到高速公路 你菩薩 櫻河櫻住 櫻河小牧齊齊 你連安住都沒有安住 你後面就很難修了 你活在那種躁動不安的接待 那什麼叫安住呢 兩個指標 齊齊變望